心本不苦,苦是因为迷失妄想得太过,心本无泪,泪是因为放不下的太多,欲望就像手中的沙子,握得越紧,失去得越多,得与失是相对的,得到时,或许正在失去,失去时,也许恰是拥有。 所谓舍的,是要舍民入伍,舍望存真,凡事看淡点,看开心,一切皆能随缘,不为得失所羁绊,人的一生,总是难免有浮沉,不会永远如蓄意东生,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,反复的一浮一尘,对于一个人来说,真是磨练,因此,浮在上面的,不必骄傲,存在底下的,更用不着悲观。 必须率直,谦虚的态度,乐观进去,向前买进,时间是最好的药物,宁静是最好的心情,人在生活中是否幸福,快乐,成功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心灵决定的,是由你心灵的修炼程度决定的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会遇到很多人,其实,有缘才能相聚,亲人也许是前世的好友,好友,也许是前世的亲人,给我们带来烦恼的,也许是我们前世伤害过的。 因此,一定要善待身边的亲人,一定要关心身边的朋友,一定要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,万物皆远,只有夕缘才能试缘。 这也是因果,不乱碰别人的人生,尤其是不随便提及别人的苦恼,这只有那些很能理解别人痛苦的人才能做到。 不随便同情和安慰别人,却能理解和分担别人的这种痛苦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酸甜苦辣样样俱全,各种滋味别人无法领会。 那么,在没有走进另一个心灵世界的时候,请不要乱碰他人的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